魏里贤论金丹养生 魏里贤Richard Wilhelm,1873-1930,德国人,1895年毕业于图宾根大学神学系,1897年成为普鲁迪斯坦特教会父母师,1899年来中国,成为青岛教会牧师,1920年回国。 他在中国连续生活了21年,1922年又被德国政府任命为驻北京公使馆学术顾问,再度来华。 1924年回国,后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,主讲中国学,并担任中国研究所所长,主编中国学术与艺术杂志,1930年3月并驻于图宾根,享年57岁。 魏里贤是一位罕见的热爱中国,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,与一般的牧师不同,他深深地被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吸引。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崇尚西方文明,对中国固有文化气质不顾,但他却潜心钻研被中国人遗弃的儒教和道教,他如此地热爱中国,以至于其写字姿态和说话的方式以及外表风度完全像一个中国人。 荣格·魏里贤大力传播中国文化,为中国文化的西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,魏里贤就将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烈子》翻译成德文出版,此后又将《易经》《太乙金华宗旨》会命经翻译成德文出版。 其中对《易经》和《太乙金华宗旨》的翻译和评述,使他名声大振。 魏里贤会演独具,将《太乙金华宗旨》这部《内丹学奇书》进行翻译介绍,反映了魏里贤对道教内丹经典有相当的间别能力。 在此书的众多版本中,魏里贤选取了《会真子》、《长生术本》作为底本。 这一版本将《太乙金华宗旨》与《会命经》和刊,魏里贤翻译了《太乙金华宗旨》13章中的前9章和《会命经》20章中的前8章。 分析心理学大师荣格为此书写了很长的竖评,于1929年出版。 魏里贤的德文译本很快又被贝恩斯、Carrie F. Baines翻译成英文本,于1931年出版,于是《太乙金华宗旨》在西方广为流传。 此后,德文版又出了多版,1957年德文第五版加入了《会命经》,欧1962年,贝恩斯在德文第五版的基础上出版了修订本。 该书一印以后很快成为畅销书。 1980年,日本汤浅太雄,定方昭夫将此书翻译成日文。 20世纪90年代后,《太乙金华宗旨》应译本又被回忆成中文出版,主要有通山翻译的《金华养生秘质语分析心理学东方出版社》,1993年版,王奎普翻译的《太乙金华真经中国医药出版社》,1993年版和《纯阳旅祖公理工法全市外文出版社》,1994年版。 冯广宏编译的《太乙金华宗旨经义四川科技出版社》,1995年版,张超中翻译的《太乙金华宗旨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》,1996年版,杨如斌翻译的《黄金之花的秘密台湾商顶书局》,2002年版,等等。 在这些译文中,通山的译文署上乘。以下依据通山译本对位李贤的观点做意见要介绍。 1.《太乙金华宗旨》的原流本书来自中国的一个密教领域,长期以来一直是口头传承,后来才有了文字形式。 这本书的重印和发行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危机中宗教复苏的产物。 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神秘的教派,他们努力实践古时的神秘传统,以期达到某种心灵状态,摆脱人生的苦海。 他们实践的方法有画符、祈祷和祭祀等等,除此以外,还有在中国广泛流传的跳大神一类的巫术,这是与神仙及死者建立直接联系的一种手段,用基板,中国所说的飞舞的精神之笔,他们也做了一些实验。 同时,与这些实践内容相应程序的是一个秘密开展的活动,他们致力于使用心理学的方法,即禅定,或瑜伽功法。 以本书为例,他们传授这样一种方法,把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精神本源结合成相互关联的心理起源的力量,然后,人们就可以为死后生命还能存在的可能性做好准备了。 这种存在不是一种注定要消失的影子般的存在物,而是一个有意识的精神体。 所以,这样一种方法甚至可以超越死亡,使死亡成为生命的一个和谐的终点,也就是说,从自身的能量系统中创生出来的精神元素,已经能够在精神体中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延续物而继续存在。 这部书极其全面地阐述了金丹教的教义,书中的内容借吕炎之口说出,这部书的相当多的思想来源于《老子道德经》。 语言的活动标志着一种改革,这种改革与老子的本意更为接近,而老子的本意则完全是自由的精神。 在语言的学说中有某种信仰和宗教倾向,他相信外部世界是虚幻的。 这里虽然有佛教的影响,但显然又与佛教不同。 语言的全部努力在于在纷飞的现象世界中找到固定的一级,使他可以由此获得永恒的生命。 这与否定有任何自我知实体的佛教绝对是毫不相关的思想。 然而,这部书中佛教语录频繁出现,这种影响甚至要超过金丹教一般情况下可以接受的程度。 如果不报有什么成见,就会发现,道教和佛教这两个思想源流还不足以覆盖本书的全部思想,在形式上,以《易经》为基础的孔教也在书中出现了。 《易经》中的八个基本卦象在几个章节中屡次出现,成为某些内心历程的象征。 在后面,我们将尽量对这些象征的作用加以解释。 其余的,由于道教和孔教有着极其广泛的共同基础, 这两个思想体系的结合并不会破坏逻辑的内在一致性。 或许,一个欧洲读者会感到格外诧异, 这部书中的许多话都使他感到似曾相识,与基督教一如出一辙。 但是,这些相似的名言景句在欧洲大多数不过是教士的词早, 而在这里则表现出迥然不同的内涵,因为它们被用到心理关联上去了。 我们找到了如下的直觉体验和观念, 这只不过是随便选了几个特别显著的例子, 光是人的生命,眼睛是身体的光, 人从精水与神火中再生,必须添加意图,精神,作为原胚或描创。 让我们对比一下施洗约翰所说,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,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,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 还有,人若不是水与圣灵生的, 就不能进上帝的国,二者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 例如,水的异象在这部书中成了种子般的物质。 还有,外泻,这种因生而育女而耗尽自身的活动, 从肉身生的,就是肉身与逆回Metanoid之间精卫分明的界限。 沐浴在这种再生中有它自己的作用, 正如它在施洗约翰所传的洗礼和在基督徒洗礼中不可缺少一样。 书中几次出现了一种神秘的婚配, 这在基督教传说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 文中还提到了婴儿, 在我们身内的婴儿,基督, 他必生自我们,且是灵魂的新郎。 还有我们身内的新娘,差女。 那么,所有这些最显著的是什么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